嗨你好我是劉奶爸 我们这一节进入网络行销懒人包的第十集 第十集我们来讲到 流量篇已经大致都讲完了 当然流量不只是我刚刚讲的那些 只是说我们在课程里面 大致上会讲到的这些东西 的技术面的实际操作面 在我之前讲的那九章 九个章节里面 我们有技术上的 进阶版的技术上的教学 我们现在讲的这些都是属于理论版 是免费给大家的 然后在这一集要开始讲就是名单的收集 因为流量有了 我们再想一个漏斗 这个叫销售漏斗 流量就是从最上面我们要引入大量的人潮 之后我们要慢慢去筛选 筛选出精准的族群 也就是对我们的产品真正有兴趣的人 也就是对我们的产品真正有兴趣的人 而且一直筛选到最后就是愿意付费 来使用你的服务 或是来购买你的产品的人 所以流量进来之后我们要怎么去筛选 这边讲的就是名单 我们必须要收集他们的名单 那收集名单有几个方法 在这边就有讲到 首先我们要去制作赠品来吸引这些潜在客户 如果他今天对你的赠品没有兴趣 他基本上也不会去填资料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名单收集的主要目的就是 先提供一个他有兴趣的赠品 然后这个赠品是必须跟你的后端要销售的商品是有关联的 譬如说我这边的提供的赠品是 只要到我们的餐厅来 你就可以拿我送给你的这张优惠券 然后来兑换一盘小菜 我是开餐厅的嘛 我送给你优惠券 希望你能够来我这边享用我提供给你多出来的这份小菜 那当然希望你来买 你来消费啊 这是赠品的一种 那有的人会觉得说 那这种还要到你的店里面才能够抵用这个赠品券 太麻烦了 可不可以有更直接的东西 所以如果你是卖 因为刚刚举的那个例子是吃的东西 如果你愿意送出一些 譬如说你的独家食谱配方的话 也许可能会更吸引他 也说不定 那他只要加入 他只要填写email 那我们的自动回复信件的系统 就可以自动传送email到他的信箱里面去 然后就提供给他这份食谱 那他就马上得到了 免费的方式 他只要留下他的email 就可以马上得到他要的这份食谱的电子档案 也许是电子书 或者是你比较讲究一点 你就直接做个影片 让他可以去看影片 那这个对他就立刻当下就拿到了 拿到了他要的东西 他只要留下email 那你也拿到他的名单 那名单最主要的就是我们之后要讲的跟进嘛 跟进就是要逐步的去跟他联络建立新人关系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到名单的主要目的 然后呢 第二个销售文案的制作 你收集名单有可能有两种用途 第一个用途是现在当下这个东西可能好几万块 他不会当下就购买 但是我们之后要跟进他 所以我们要收集他的名单 那第二个呢 是这个东西单价不贵 有可能这个衣服可能只有一两百块 或者是你可能卖一些小东西 单价可能几十块 那你可以马上在一个页面里面成交他 他看完之后呢 这个我们把它称为销售文案 就是你把他流量引导进来之后 然后看到你的网页 你的网页上面就写 你要卖的东西对他有什么帮助 然后最下面就是结账 点击之后就去线上刷卡的 这样直接卖他 或者是呢 假设这样子的销售页面 最下面我会建议加什么 还是要加一个表单 就是我现在没有需求 下次如果你们还有举办同样的优惠 你应该这样写 应该站在商家角度去写说 现在不想购买没关系 然后底下我们还会赠送你什么东西 那你如果想要取得的话 马上填写下面的资料 等于说他现在没有买 至少你也弄一个方法 一个诱饵给他 让他去留下资料 因为你如果没有跟进他的话 你这个客户来了你的网站就走掉 他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 因为根据统计有90%的人来到你的网站 是会走掉的 不会当下就下单购买 所以如果能够的话 我会建议你在每一个销售产品的页面下面 都要留一个表单让客户去填写 一样是要引诱他 要嘛你就马上买 要嘛 因为马上买他一定会留下资料 对不对 他如果不买的话 至少你底下还是要留一个 引诱他去填写表单的这个功能 那第三种就是表单怎么制作 这个我们在实体课程里面 技术性的课程里面 进阶课程就会讲这个表单制作方式 我们有讲到这个Webly 他本身可以内建表单功能 我觉得蛮灵活的 填完之后还可以自动转页到某个页面 这是不用另外花钱的表单系统 在Webly本身就有内建 那另外一种就是我们讲的那个GateResponse 这种自动回复信件的系统 他都可以去产生表单 然后再把表单用embedded的方式 迁入HTML的code的程式码 迁入到你的网页里面去 或迁入到你的Blog里面去 这个都是OK的 所以这个是制作表单的一个方式 那在制作赠品信息在客户这边 我再把它点开这个加 你看哦 你的赠品有可能是电子书 有可能是影片的教学 或者有可能是NP3的有声书 这些都是很有价值的东西 有些人觉得说虚拟商品哪有什么价值 可是你去想一件事情 就是你今天去图书馆 或者是你今天去逛书店 你觉得这些一本一本的书 图书馆这么大 书店那么大 你觉得这些书没有价值吗 有啊 这些书很有价值啊 可能是300块 200块的书 可是你可能三四个钟头念完它 你就会觉得脑袋装了很多东西 吸收到很多知识啊 对不对 所以你只是把这些书的内容 转换成电子化的内容 像电子书 或者是你把它做成影片的教学方式 或者是你直接把它做成语音档 哦 说书 有的人很会说书啊 他把这个一本书内容 讲了几个大纲章节出来 让人家听了觉得 哇 听完你讲 我就不用看书了 那种感觉 所以电子书 影片教学跟MP3有声书 这个都是可以当作赠品的数位内容 我会建议 我也都是送这个东西 教学嘛 所以这是你可以去制作的 另外一个是销售文案的制作里面 它销售文案又分成 文章 图片美工素材 影片制作剪辑素材 还有简报制作的素材 这个都属于销售文案的一部分 因为销售文案这个网页里面 你本来就是要写文章嘛 本来就是要图片 本来就是要影片 那你也可以用这个简报制作方式 把它做成影片嘛 然后再看到在文章里面 哇好多哦 文章里面你要做到什么 你要做到自我介绍 自我介绍去拉近彼此的关系 然后呢 专业的呈现去树立你的专家地位 再来呢 你要去提供解决方案 你在这文章里面 你要去提供 这个访客 他的提供给他解决他问题的一个方案 这样能够马上瞬间 树立你的专家地位 赢得很好的印象 然后再来就是 置入你的行销导入的产品 在文章里面 你在取得别人信任的当下 你要告诉别人 其实你葫芦里面 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不然人家会觉得说 哎呀你免费提供了这么多东西 你到底想干嘛 到底想干嘛 你老实讲没有关系啊 我就是要销售我的产品啊 我的产品本来就是要帮你解决问题的啊 这很理所当然啊 使用者付费嘛 所以你可以置入性的去导入你的产品来做行销 这个是在你文章里面可以去提供的 然后在美工素材方面呢 美工素材方面我们这边有教简易的Photoshop专业的影像处理 还有这个PhotoJet它是一个免费的图片编辑的处理 它是一个免费的平台 你也可以去做你的图片处理 或者还有一个是GIF动画的处理 这个在我们金家教学里面有教 还有一个就是单眼相机的拍照原理 有很多人其实还真的不太会拍照 因为拍照其实是要有一些技巧的 光是用手机拍照就有人拍不好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有的人拍照的时候他都不晓得要固定相机 像我们现在的光线如果很好的话 我们拍照手抖是还无所谓 因为光圈够打光线路光量够 快门快一点就不会手抖 那如果是像室内光线不够亮的时候 你的手如果还会抖的话 而且手机本身又没有防太好的防手震的效果的话 那当照片出来是会模糊的 所以如果你还听不懂什么叫快门 什么叫光圈 还有一个叫ISO 如果你对这个都不太了解的话 你就一定要去上我们进阶课程里面的单眼相机的拍照原理 这个拍照原理你听完之后 你对平常拿的傻瓜相机或是手机 你就会觉得这个很简单 要把照片拍好是很简单的事情 再来就是影片剪辑的素材 这个影片我们里面的课程里面 我们讲到免费这个AllCam的录制电脑萤幕的软体 然后也有这个商业版的Camptasia录制萤幕 还有加剪辑的功能的软体 刚刚那个免费版是不能剪辑 它只能录电脑桌面 然后还有一个是手机录影的方法 我们也有教这个手机怎么去录影的方法 要调整的一些设定值 还有单眼相机录影方式 单眼相机录出来会...如果好的单眼相机 录起来会像你现在看到我的这个效果 你可以让背景整个大模糊 就会很漂亮整个画质会很好 但是这个当然跟你的相机等级有关系 我们在课程里面 我们都...其实我们的讨论区里面 很多学员都会去讨论 我应该买什么相机啊 我有多少预算应该买什么相机 我会给你建议 因为我玩这个Canon的相机已经好多年了 而且我有从2万多块的Canon相机 一直到现在这一台大概是... 加镜头的话大概是14万的Canon相机 目前这台是5DS的等级 那所以这个... 如果你要问一下电影相机的问题 或者是一般傻瓜相机的问题 这边都可以...大致上都可以回答你 然后在简报制作方面啊 我们还可以用录制简报... 录成简报式的影片 就是销售文案里面 我们现在有很多你会看到 很多人都用影片式的销售文案 对不对 那这影片式的销售文案有分为露脸的 或不露脸的 你要露脸吗 就像现在你看到我这样子 你要不露脸吗 就像你现在看到我的这个... 电脑萤幕的样子 那现在你是同时看到 因为我有镜头在录我 也有电脑桌面的软体 Camtasia软体在录我的电脑桌面 所以你两个都会看到 如果你不要露脸的话 当然可以 你就把这个镜头拿掉就好了 就纯粹录制电脑的荧幕画面 那简报制作 你可以把整个简报做好之后 再把它录成 录制成电脑桌面把它录起来 变成一个你简报的流程 那这个简报你就可以 寄到非常多地方去啊 或者是放到网站上让人家看啊 不用再像以前那样 我要去高雄坐捷运做简报 然后我要坐高铁 跑去台南 然后跑去高雄跑到哪边 哦 全程到处跑 其实不用 因为我以前都 以前我都尝到这个苦果啦 怎么样 就是比如说 跑到高雄去做完简报 然后客户说 啊 不好意思 你的东西很好 但是这不是我要的 你在整笑 如果以前有这个工具的话 那就好了 我直接把这个影片档上传给他看 那看完 哦 这不是我要的 那我就不用跑一趟了嘛 如果说简报 影片简报他看完之后他觉得 哎 不错 这个我要好 那我们来安装测试加溢价 OK啊 那我跑一趟 这是比较值得的嘛 不要说跑过去才说 哎 这不是我要的 那代表我们在网路 透过网路就没有先沟通清楚 才会浪费这么长的一段时间 这是不值得的 所以我们可以靠这些工具来解决一些 你过去销售的时候遇到的很多 很浪费时间的问题 这样才会有效率 我们网路行销就是希望有效率要自动化 对不对 好 然后看完了这个 制作赠品跟销售文化之后 还有一个表单的制作 表单制作呢 我们让客户 我们提供给客户去填写他的Email或手机 Email和手机 然后呢 我们可以用GateResponse这个去收集Email并自动回信 还有呢 这边还有 他的优点就是可以做自动跟进的排程 缺点就是Email的开信率不是很好 Email开信率不是很好 这是缺点之一 那当然啦 如果客户他真的喜欢你的东西的话 他打死也会自己去把Email撈出来 最怕是 最怕是跑到他垃圾信箱 他不知道 那就 他就看不到了 只所以Email有 有很好的优点 也有 因为全自动化是他最大的优点 可是 呃 信件没收到是他最大的缺点 对方没有打开是最大的缺点 那另外一个表单制作呢 就是让对方加入这个Lite Ad的生活圈 加入Lite Ad的生活圈呢 他也有优点有缺点 优点就是说他可以去自动回复欢迎讯息 还有他的触及率很高 那他有优惠券功能 有抽奖功能 有试调功能 有大量群发功能 有一对一聊天功能 有设定关键字自动回复的功能 他的缺点呢 无法自动跟进群发讯息 自动跟进 因为我们做自动化 目前只有电子邮件有这种自动化的系统 自动每隔几天发起风信的系统 Lite还有其他任何的都不能做到 目前只有Email可以做到 超过5万则付费成本高 就是应该说5万个好友 目前Lite Ad的那个付费方式就是798块 然后在2万个好友以内一个月798块 可是2万到5万的话是1,888块 超过5万以上每个月要支出 好像5,888块 5千多块 那是5万到8万 5万到8万个好友的话是5千多块 每个月要支出 不过如果说你的真正有效好友真的有这么多人的话 其实你每个月付5千多块我觉得是划算的 因为你可能一个月可以赚几十万回来至少 我觉得啦 如果你的好友数真的超过5万以上 而且是有效好友数 Lite Ad他算的是有效好友数 OK好 那我们这一节就讲到这边 哇这一节真的好多 名单收集 光是名单收集 我就在这一节里面把它讲完了 真的讲得很快 还有希望你们能够尽量把它吸收了 吸收了 我讲得快没声音了 好我们下节再见 拜拜